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f的朋友大家好我是William 陈伟庭 男生嘛肯定是游戏的区域嘛 从小到大都希望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 10个有9个都是说用来打游戏 80年代就有的那种有摇杆 就在这里控制的一个键盘就这样打的那种游戏嘛 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嘛 经常去游戏厅去打这种游戏哦 所以刚才看到就有一种回忆沙的感觉 就让我深刻的是有它有一个大屏嘛 要用手机扫那个QR Code 然后就两个手机可以一起玩 它在吃那些Cold Crush 就是如果两个星星碰撞在一起的话 Cold Crush就会掉落更多 你就会赢了更多 而且挺有创意的对 我跟Chanel合作了这么多年 就是每一次出席不同的活动也好 以前开演唱会也好 重要的场合也好 我都会佩戴个Cold Crush 因为这个灵格纹是代表着它的整个设计的灵感 而你永远觉得它过时 很多单品都会体现 比如说它的2.55包 然后每一次我带出来 无论是男生或者是你身边的异性 他们都会说 Oh Wow Cold Crush 我觉得神奇的地方是 你带一个金色我会永远是加一个银色 有时候会加更多 你不会觉得too much 你不会觉得over 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的一个 accessory 我觉得非常成功 我觉得我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天赋型的身份 我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觉得自己很有天分 我觉得上天对我很好 做什么事情我都会特别吧 然而我觉得这只是个开始 真正你进入了你要干那一项专门的东西的时候 无论你觉得自己是多天才 你不努力你还是比其他人慢 你还是会掉下去的 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 我还是个天赋型的身手 但是我还是需要每一个项目 还是要后天很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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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会达到我想要的成绩 或者是我想得到的东西 红蝉吧 红蝉我可以这样说它吗 我是关注的就是跳水 我就看看它会有几个项目 然后我希望它可以继续 拿到好成绩 但是也不要有压力 但它已经很棒了 在那里面 我希望你能够用这个项目 再帮你按下 更多的项目 再往这边